当仆人开始收拾餐桌时 瑞希儿说 我 就是为何区长 对这项陈述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瑞希 他几乎忘了强行夹珠旗上的斯文外衣 先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笑声 接着说道 大姐 你不可能是区长 区长都是哥们 瑞希儿和蔼地望着他 十足模仿他的腔调说 嘿 小子 有些区长是哥们 有些区长是娘们 把这件事 放在脑袋瓜里 让他好好地煮一煮 瑞希儿双眼鼓了起来 似乎吓了一大跳 最后他总算吐出了一句 嘿 大姐 大姐 你在说平常话 是啊 要多平常 就多平常 瑞希儿 仍然面带笑容 谢顿 轻吓醒喉咙 说道 瑞希儿 你学的口音 可真像啊 瑞希儿 稍稍地抬起头 许多年来 我一直没机会用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曾经有个朋友 一个好朋友 他是个达尔人 那是我非常年轻的时候 当然 他并不像那样讲话 他相当地聪明能干 但他可以讲那种话 而且把我也教会了 跟他那样说话 实在令人兴奋 等于创造了一个世界 把周遭的一切 都排除在外 那实在太美妙了 却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因为家父的立场 十分地明白 如今 来了这个小淘气儿 瑞希 不仅使我想起了那段 遥远的时光 他有那种口音 那种眼神 那种叛逆的表情 差不多再过六年 他就会成为少女心目中 又爱 又怕的对象 会不会 瑞希 我 我不知道 大姐 不 女士 我确定你会的 而且你会变得 非常像我的 那位老朋友 那个时候 为了我自己着想 我最好别再见到你了 现在 晚餐已经结束 瑞希 你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看会前夕电视 我猜 你是不会读书的 瑞希 买西行李 谢顿 并没有注意到 呼唤他的讯号 瑞希说 我 不能留下来 陪谢顿老爷 和凡娜比利姑奶奶吗 等一下你就会见到他们了 可是 现在我和老爷 吉姑奶奶 得谈一谈 所以 你必须离开 瑞希尔 温柔地对他说 多斯对瑞希 做了一个坚决的罪行 走 男孩回应了一个鬼脸 随即滑下椅子 跟着那名女仆走了 瑞希离开之后 瑞希尔 随即转向了谢顿 与多斯 那孩子 当然会很安全的 而且会受到良好的待遇 这点请别担心 而我自己 也会很安全 正如 女士刚才走过来那样 在我的呼唤之下 十几名武装卫士 也能随传随到 而且 动作快得动 我要你们 了解这一点 谢顿 以平稳的语气说道 我们绝对没有想要攻击你 瑞希尔 或是我现在得说 区长女士 还是叫瑞希尔吧 据我所知 哈利 你可算是一名 摔跤选手 而你 多斯 双刀 耍得非常熟练 不过 我们已经从你的房间 取走了那两把刀 我不要你们 妄想仰赖你们的本领 因为 我要哈利活着 毫发无损 而且 态度友善 有一点 大家十分了解 区长女士 多斯毫无妥协地 拒绝表现出 友善的态度 过去四十年来 直到今天为止 为何的统治者 都是曼尼克斯四世 他仍旧健在 而且神志完全清醒 所以说 你 究竟是什么人 正如我所做的 自我介绍 多斯 曼尼克斯四世 是我的父亲 正如你所说 他仍旧健在 而且 神志清醒 在皇帝 以及整个帝国眼中 他才是为何的区长 但他厌倦了 为权力而心力交瘁 终于心甘情愿地 让权力 溜到了我的手中 而我 同样心甘情愿地接收 我是他的独生女 从小被教养成一名统治者 因此 家父 是法律上 与名义上的区长 而我 则是实际上的区长 如今 为何军队 宣誓效忠的对象是我 而在为何 这才是真正算术的事 谢顿 点了点头 姑且接受你所说的一切 但是 即使如此 不管区长是曼尼克斯四世 或是 瑞希尔一世 我想是一世吧 你们留置我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已经告诉过你 我并没有掌握一个 可行的心理史学 也不认为 我自己 或者其他人 将来能够掌握得到 我也曾经对大帝这样说过 所以 我对你 和对他 同样没用 瑞希尔说 你多么天真啊 你可知道 帝国的历史吗 谢顿摇了摇头 最近我才希望 自己多知道一些 多斯 以冷淡的口气说 区长女士 我对帝国历史 相当了解 虽然前帝国时代 才是我的专长 但我们究竟是否了解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如果知道这些历史 就该知道 魏和士族 是个古老 而光荣的家族 而且 是达斯皇朝的后裔 达斯皇朝的统治 是五千年前的事了 从那时候算起 过去一百五十代以来 他们的后人 生生死死 加起来 或许高达当今 银河人口数的一半 只要所有的宗谱 不论多么荒诞不经 全都计算在内的话 烦那比利博士 我们的宗谱 绝非荒诞不经 瑞西尔的语调 首次变得冰冷 而不友善 他的双眼 则像金刚一般的闪烁 他有完整的档案 可供查证 在这一百五十个世代里 魏和氏族 一贯保有掌权的地位 而且 曾有一些时期 我们的确掌握皇位 以皇帝的名义 统治帝国 在历史影视书中 魏和的统治者 通常被称为 魏皇帝 向来不被帝国 大多数地区所承认 那要看 由谁来撰写 历史影视书 历史影视书 将来 会改由我们执笔 因为 我们的皇位 终将 失而复得 像要达到那个目的 你就必须 要发动一场内战 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的 这就是我必须向你们解释的 因为我需要谢顿博士的帮助 来避免这样的一场大祸 我的父亲 纳尼克斯四世 一生都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不论什么人住在皇宫里 他都一律效忠不悟 而且 为了整个帝国的利益 他始终保持 为何的繁荣 和强盛 成为穿脱经济的 重要支柱 我没听说皇帝 因此 而更加信任他呀 我确定这点没错 因为在家父的时代 占领皇宫的皇帝 都自知是代代相传的篡位者 篡位者 自然不敢信任真正的统治者 可是 家父 一直以和为贵 当然 他建立 并训练了一支 强大的维安武力 用以维系本区的和平 繁荣 和稳定 帝国当局 一向默许这件事 因为他们 也想要为何 保持和平 繁荣 稳定 以及忠诚 可是他忠诚吗 对真正的皇帝 当然 当然忠诚 现在 我们的实力 已经成熟 我们已经能迅速地 接收政府 事实上 是借由 迅雷不羁掩耳的一击 在任何人 能说这是内战之前 就会出现一位 真正的皇帝 或说 女皇 如果你喜欢吹毛求疵的话 而穿驼 将保有和过去一样的太平 多斯 摇了摇头 我能开导你一下吗 以历史学家的身份 我一向 乐意受教 他朝多斯的方向 稍稍地凑过了头去 多斯说道 不论你的为安武力 规模多大 不论训练 如何的扎实 装备 如何的精良 帝国武力 却有两千五百万个世界 做后盾 你们 绝对不是对手的 啊 但你 刚好指出了 篡位者的弱点 范娜比利博士 帝国武力 分散于两千五百万个世界 在无尽的太空中 在无数的军官统帅下 那些兵力 亦被西式殆尽了 没有人特别愿意出兵 自身新省之外 反而许多 都不顾帝国的死活 只愿意 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反之 我们的部队 都在此地 全部在穿脱 在远方的将领 封文需要他们发兵 池源之前 我们便能迅速采取行动 并完成任务 可是反应 必将随之而至 带着无可抵御的武力 你确定会吗 那时 我们将坐镇皇宫 穿脱 已是我们的 而且 处于太平状态 帝国军队 如果只管自己的事 那么 每个小小的军事领袖 都能统治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欣赏 所以说 他们 为什么要来搅和呀 难道 那就是你想要的吗 你是在告诉我 你期望统治一个 即将四分五裂的帝国吗 谢顿好奇地问道 瑞西尔说 正是如此 我将统治川陀 统治他外围的太空殖民地 统治临近几个属于川陀新省的行星系 我将更像是川陀的皇帝 而不是整个银河的皇帝 你会满足于 仅仅拥有川陀吗 多斯以绝不相信的口吻说 为何不会 瑞西尔突然变得慷慨激昂 他急切地将身子向前倾 双手按在残桌上 那正是家父谋划了四十年的目标 他如今苟延残喘地活着 只为亲眼目睹他的实现 我们为什么需要千万个世界 遥远的世界对我们毫无意义 只会削弱我们的实力 只会把我们的武力从身边抽走 洒向毫无意义的太空 只会将我们淹没在行政管理的混沌中 只会以无止无休的争吵和问题 把我们拖垮 其实 对我们而言 他们 根本等于不存在 我们自己这个人口众多的世界 我们自己这个行星都会 以足以作为我们的银河 我们拥有 自己自足的一切 至于银河的其他部分 就让它四分五裂吧 每个小小的军头 都能拥有自己的一小片 他们无需争斗 银河 足够让他们分的 可是 无论如何 他们还是会斗的 每一个 都不肯满足于自己的心声 每一个 都恐惧近邻 不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心声 每一个都感到不安全 因而 都会梦想统治全银河 那才是唯一的安全保证 我的虚无女皇 这是绝对肯定的事 从此 将会有无穷无尽的战争 而你 和你的穿驼 必然会被卷进去 同归于尽 瑞西尔 以明显的轻蔑口吻说道 看来似乎如此 如果我们无法看得比你更远 如果 仅仅凭借普通的历史教训 还有什么能看得更远的 除了历史教训之外 我们还能凭借什么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他 他的手臂猛然伸出 食指戳向谢顿 我 我已经告诉你 心里史学 别再重复你说过的话 我的谢顿博士 他对我们 毫无用处 凡纳比利博士 难道你认为 家父 从未体认 无穷内战的危险吗 你以为 他并未倾注 过人的智慧 设法想出 防范之道吗 过去十年来 他随时准备好 在一天之内 接收帝国 唯一欠缺的 唯一欠缺的 就是胜利之外的 安全保证 那是你们 无法掌握的 可在听到了谢顿博士 于十载会议中 发表论文的那一刻 我们便掌握到了 我马上看出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 家父 由于年事过高 无法立刻看出 他的重要性 然而 在我的一番解释之下 他也看出来了 那个时候 他才正式地 将他的权力 转移给了我 所以说 哈利 我的地位 是拜你所赐 而在未来 我更高的地位 还是要托你的福 我一直在告诉你 他不能 谢顿以极不耐烦的口气 说了半句 能做 或不能做什么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人民 相不相信 什么是做得到的 只要你告诉他们 心里史学的预测 是川陀 能够自我统治 每个新省 都能变成一个王国 而所有的王国将和平共处 哈利 他们一定会相信的 在没有掌握 真正的心里史学之前 我不会做这种预测的 我不要扮演江湖术士 如果 你要公布这种事 请你自己去说 算了哈利 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他们会相信的 是你 一位大数学家 何不满足他们一下呢 哼 说来很巧 大帝 也曾经想到 利用我 来散播一些 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拒绝了他 你却以为 我会同意 为你这样做吗 瑞西尔 沉默了一会儿 当他再度开口时 他的声音 不再激动无比 变得 几乎是 好言相劝 哈利 稍微想想 克里昂 和我的不同之处 克里昂想从你身上得到的 无疑 只是保障皇位的 一种宣传 满足他这一点 毫无意义 因为他的皇位 根本保不住 难道你不知道 银河帝国 处于一种衰败状态 不可能再支持多久了 管理两千五百万个世界 所带来的 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令川陀本身 正逐渐地 走向灭亡 不论你为克里昂 做些什么 等在前面的 都是分裂 和内战 我曾经听过一些类似的说法 他甚至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 又怎么样呢 所以说 应该帮他 在毫无战事的状况下分裂 帮助我取得川陀 帮助我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 来统治一个足够小 足以有效治理的领域 让我把自由 还给银河的各个角落 让每个成员 依照自身的习俗和文化 各行其事 银河将会借着贸易 观光和通讯等自由媒介 再度变成一个活生生的整体 这样一来 便能避免在目前这个 几乎无法维系的统治力量之下 整个银河崩溃瓦解的悲惨命运 我的野心 实在有限 一个世界 而不是百千万 和平 而不是战争 自由 而不是奴役 仔细想想 答应帮助我吧 银河黎明 既然不相信你 又为什么会相信我呢 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 而我们的那些舰队指挥官 有哪个听到心理史学这四个字 便会动容呢 现在不会有人相信你 但是 我不需要现在就行动 为何世俗 已经等待了数千年 还可以再多等几千个日子 只要和我合作 我会让你的名字 像彻银河的 我会让每个世界都知道 心理史学成功在望 而在适当的时候 当我判断 时机成熟的那一刻 你就发表你的预测 而我们 则发动攻击 然后 在历史的下一瞬间 银河 便会处于一个新秩序之下 享有永永远远的稳定 和幸福 来吧哈利 你能拒绝我吗